最近国际金融协会报告全球债务总额达到307万亿美元 其中100万亿美元是最近10年内增加的 307万亿美元以全球GDP比重达到336% 这是人类未来新的发展模式吗 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 如果债务的这种攀升速度过快 过猛很短的时间里急剧的攀升 而且这种社会的两极分化过度严重的话 这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这是不可持续的状态 一定会得到有很深刻的很长时间的调整 和变化的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想到 我们全球债务的这种堆积 是在我们全球人口结构还比较好的时候 是吧堆积的 后面的全球人口的老龄化和少子化 不是中国一家的事 也不是日本一家的事 它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出现的事 后面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更少的劳动力 背负更多的债务 这个债务能还得清吗 这个债务它能够持续稳定的增长吗 能够长期可持续吗 这都是问题 这是世界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史无前例的 尤其是老龄化少子化这个问题 这个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 是没有出现过的 我们这是第一次 所以说这个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们都不知道 但至少刚才我提那个问题 我觉得值得深思 值得反思 就说在我们人口结构最好的时候 在技术革命层出不穷的时候 然后我们背上了很多的债务 是吧 通过债务透支未来繁荣当下 那未来我们是一个整个全球发达国家 主要的经济国家 都是一个老龄化少子化 持续不断深入的一个状态 那这种状态下 以更少的劳动力 可以背负更多的债务吗 这种债务不断的攀升 可以持续吗 20年每代收益率4.7 比银行存款高很多 一次性买入 后续20年每年收益4.7 是不是也是不错的选择 这个有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它一般要求你锁定 你后面如果 就是有自然价格暴定以后 如果你想抄底的话 可能你这个钱就没法取出来 直接去抄底 我觉得你其实 就这样处理就行了 就是一部分的配置短债 短债 比如说三个月的六个月的 就是5.5%的这种收益率的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一部分 另外一半你先配置长债 然后如果长债的趋势出来以后 你再把短债的钱往长债去转移 去挪 就目前的先是均衡配置一半一半 或者是对一半一半 然后后面的长债的趋势 主要走出来以后 你再把短端的转到长端 我觉得这可能比较更合理科学点 我看国外很多对冲基金 也基本是这样做的 不是一杠子就配到长债的 基本是先从权益到短债 短债再逐渐到长债 是这么一个逐渐切换的 不是一杠子过去的 恒大为什么取消债权人会议 接下来会把许家印抓起来吗 这我不知道抓不抓他 反正是恒大财富那个抓了 对吧 我之前讲过这个套路 就说如果爆雷的机构 金融机构 基本是先逼他还款 如果能还多少还多少 实在最后还不了了 就抓进去 不管是海航的陈丰也好 恒大的杜某也好 最后会不会抓许老板 许家印 我不知道 也有可能 听说国家出了解决地方家的方案 基本上中央承担一切 地方政府承担一些 如果地方债有危机暂缓 请问对A股银行股的影响 首先你要知道地方债的这种解决 所谓的方案什么 因为现在小作文很多 你不要随便信 很多的媒体新闻都瞎讲 很多小作文都是假的 你比如说中央政府承担 中央政府用什么承担 以什么方式承担 怎么承担 这个都涉及到金融体系上的 重新的构架 就是所谓的 你知道央行行 也刚刚说过 就是说要珍惜 正常的货币政策攻坚 以后可能有非常贵的货币政策出现 对吧 你得改变框架才行 你在现有的框架下 你自己要想一想 中央政府以什么形式去承担地方债 他哪来的财力 他的钱从哪里来的 现在 他的财力不外乎就这么几块 第一个财政收入 地方上缴了各个财政收入 然后还有往年的节鱼 节存 还有发行的国债 有时候发个特别国债啥的 就那么几块 对吧 你让他从哪来钱去 去补那个窟窿 地方债的窟窿 然后你说地方承担一些 地方更没钱 穷的叮当响 都跟上面要 就跟上面 巴不得赶快 上面拨点钱 哪来的钱去解决地方债 所以地方债的危机的减缓 暂缓 目前还谈不上 目前没有那么多的钱 你如果一点点 杯水车薪也没用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定时直播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